这个面是发面是吧 对 吃的软好吃 发面 要是四面都吃不开 这种软肉的感觉了 四面硬 对 四面硬吃的不好吃 我记得大衣不停电给这做吗 马上走 在这后边 显得你显来了 今天下雨天有点冷 行 好嘞 老板还有豆腐嫩吗 我要一份小份带走 帮你干多少年 我记得我跟你这吃好几年了 差不多 我给人来这边上边来有四年了 反正年年都吃你豆腐嫩 能吃到药吧 你正常放点就行 不用太多 拉撒挺香的 我记得 嗯 再来一点辣椒 再来一点 这个辣椒辣 对 我吃的辣 我记得 行 我就炒不了 行 好 多少钱 三块钱 好 买回来饭了 遇到可爱的小狗 过来 看这里 哇 香喷喷的豆腐脑 软软嫩嫩 再配上一份香香的鸡蛋灌饼 嘿 朋友们 我们的美食已经买完了 一个是豆腐脑 还有一个是鸡蛋灌饼 先来口鸡蛋灌饼 里边的满满的都是料 咬上一口 哇 香 咬了一口全是菜 它里边的馅儿非常多 有生菜 有饭子 还有咸菜 土豆丝 所以吃到嘴里 口味非常丰富 它的本身 这个面 是用 是用花季的面粉 做出来的 所以 咬起来非常的软 来尝尝豆腐脑 豆腐脑 非常非常的嫩 轻轻的瓦一勺放到嘴里 哇 太鲜了 非常的新鲜 只需要用小勺子 轻轻的挖上一块 放到嘴边 轻轻的吸进去 哇 美味到嘴 它的上面还放了豆栗子 还放了豆粒 来提香 过去我也吃过很多家 但是其他家的口感 有点发色 不如这一家的鲜嫩 难怪豆腐脑 能成为中国的 一道特色美食之一 哇 这个豆腐脑和鸡蛋饼配在一起 简直是绝了 它味道 而且这个鸡蛋里面里面 它的辣椒是那种非常香的 但是吃到口里不是特别辣 不像其的有些东西 它掺杂的口里辣椒已经 nic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